剛才那些是經驗來的 我們那些就是 阿涂叔 說說我們怎樣維護自己的權益 國國和律師 我相信 第一樣的話就是 我們香港人 你需要堅持下去 不要放棄 不要放棄了 因為 我們再退的話 是沒有地方可以退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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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那我 我昨天 那喇叭大聲一點 我昨天 在武漢聽眾多 在那邊的學生 你吃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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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昨天然後 在台灣見了很多 在那邊的學生 他們 是 好妻的 加油 加油 走到台灣的學生 加油 啊 大家要謹記 現在的拘捕呢 完全是100% 不是我們所信賴的 是有合理疑點之下 然後被拘捕的 他要拘捕的時候 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他有什麼合理疑點 然後進行拘捕 但是這些情況 是屢見不爽 也是我們香港人 大家會面對的 我覺得是不合理不合法的拘捕 但是在這些情況之下 我們怎樣自保呢 大家必須要謹記 被拘捕之後 任何的說話都不需要說 我沒話說 任何的說話 就是他跟你溝通 在很多時候 然後他會是 直接跟你溝通 說大家了解 但是我們是沒有話跟他說的 一句都不跟他說的 你亦都是 不需要 是說任何事 這個 我們所謂的爭脈權 不是在他警戒你之後 你然後才去運用你的針脈權 是他還沒警戒你之前 如果他說我抓你 你就從那一刻開始 是百分之一百跟他 是不作任何的溝通 我們以為在警戒之下的公辭 然後才可以被你用為 在法庭上的證據 這個是一個很錯的觀念 因為你跟他任何的言論 談吐或者了解 都是他可以自己上庭 他會是 作為一個證人去堆垂你 去堆死你 而且他們是百分之一百 會這樣做 是 不為餘力這樣去做 是 所以大家 是謹記 被拘捕之後 是直接 當看不到他 聽不到他講的任何事 是絕對 一句溝通 都不跟他溝通 他會是 問你很多 所謂的背景資料 也都是不需要跟他講的 那麼他可能 他在手續上 都必須要做這些 背景的調查 就是我們所講的三誓書 如果他要做的話 他自己去做 在我們的立場 是除了是 我們本人的性命 和我們的所謂的 身分證號碼 要跟他講 因為他在權利 他是可以看你的身分證的 除了這兩樣東西之後 你本身 是不是男人 或者是不是女人 你本身 是不是香港出生 或者 你住在哪裡 你的職業是什麼 都絲毫 不要透露 絲毫 不要跟他講 因為 在所有的控罪之中 地址都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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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只講名字和身分證號碼 他亦都是 在現在的 控罪之中 他會是 利用所有的手法 去搜查 去搜羅你的證據 然後 在拘捕之後 去利用他的權力 100% 他一定會去你家裡 去搜羅你任何的東西 以及搜羅你身上任何的東西 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為什麼在我們身上 有沒有用過的 所謂預防的工具 他可以用一條的罪名說 你是攜帶了物件 或者是物體 作為非法用途 我根本都沒有用過 為什麼叫非法用途 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現在所搜到的所謂的雷射筆 就定性為攻擊性武器 我亦都是不明白 怎會有這種定性 但是 他們是這樣做 他們是這樣 是直辭 是將我們扣留 拘捕 他搜屋 是必然百分之一百的 會做的事情 需要申請法庭搜查令嗎 原則上來說 在理論上 是要申請 是 但是 所謂的申請來說 在現存的制度之下 是實批的 亦都是百分之一百 一定拿得到 是 所以法庭的把關 是有幾多呢 我是十分懷疑 沒錯 因為從法庭的角度來說 他做的所謂的誓章 法官只可能聽天面之詞 然後會批出搜屋 在搜屋的期間 他是將你所有的 他覺得不對看的東西 包括你的衣服、鞋襪 包括一切 他覺得是違禁的東西 是拿走的 所以 在搜屋的行動之中 大家要很謹慎 要我在這裏在場 你是可以在場 但是 在場的時候 又可以做得幾多 所以 我們走出來的話 我們第一個要求就是 大家所有的物件 在家裏 是他找不到的 或者 那個 他去的地方 不是你的家裏 如果在這情況之下 可能我們還有少少的保障 現在他們做的做法 是抓了你之後 然後去搜查證據 然後利用抓了你之後 所搜得的證據 作為檢控的材料 這些跟我們的法治精神 是截然相反的 在我們的法治精神之下 是你有了合法的理據 然後去進行拘捕 而不是進行拘捕之後 去搜集證據 是 進行檢控 全部是顛倒是非 黑白不斷 是 但是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去香港 就是我們面對的 現在的情況 也都是令人十分痛心 也都是令人懷疑 我們的法治 是還有幾多相處 法治的章面 最前線的一定是執法人員 如果是執法不公的話 帶出來的就是檢控不公 去到法庭上面 又有幾多公平的審判 法官只可以在現存的證據之下 然後是作出一個評估 但是對於是不法行動所拿得的證據 或者是不法行動所拿得的自白書 又有幾多可以在法庭上推負 是難上加難 因為在我們的制度之上 我們現在押金 仍然是相信我們的執法者 他是不偏不倚的執法 但事實上來說 他們絕對是偏離了我們的法律 他們也都是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我可以說他們是無犯無天 是濫捕和濫用暴力 但在今天的香港 是屢天不鮮 也都在今天的香港 這個是我們面對的情況 也都是我們抗爭 為什麼是取消了送中條例 我們仍然要出來抗爭 因為在過去幾個月來 香港特區政府所作的我 令到我們是信賴的一個制衡的制度 check and balance 蕩然無存 令到我們對現存的制度 那個監管是蕩然無存 沒錯 特區政府所作的我 是將香港的制度 是全部是毀豬一蛋 所以我們必須要堅持我們的抗爭 必須要堅持我們的訴求 只有在我們的訴求完滿之後 我們然後只有可能 是重新上路 重建和諧之都 當我們特區政府是高唱 我們香港人要和諧 要和平 我們所有的人 全世界的人都明白 在我們所謂的和諧和平 peace 另外一個字是必然是 一起共存的 就是justice and peace 公平公義和公正 永遠是聯生兄弟 缺一不可 如果沒有公平公義 沒有justice來講 你怎麼可以 預期公平和平 可以存在在香港的社會 這個是我們抗爭的目的 我們不能放棄 所有的抗爭者 犧牲無難 所有的被捕者 他們面對的艱難 是你想像不到的 他們的身心 所受的疲累 他們面對的恐懼 就是走去移鄉的其他的人 他們永遠都是黃黃不可忠人 他們是看著心理醫生 他們的牙齒有問題的時候 是沒有錢去摸 是令到我心感 寄人離下的香港人 為什麼會是這樣 我們犯了什麼法 我們為什麼會被拘捕 我們犯了什麼法 為什麼我們要被逼離開香港 流離失所 顛佩流離 惶惶不可忠人 這個就是我們的香港 這個就是我們的現況 我們不可以放棄 我們是退無死所 不能再退 我們沒有定走 以其沒有定走的話 我們就跟他攬炒 攬炒 攬炒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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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深信 如果我們能夠得到 我們一定可以重建和平 永遠會並排走上去 香港人我們的能力 我們的靈活 我們的信念 攬炒之後 我們可以在一年之內 在兩年之內 我們重新建立我們熟悉的香港 重新建立我們自己 我們的香港 沒錯 不要怕攬炒 就跟他們攬炒 攬炒完之後 我們重新建立我們的家 重新建立我們的制度 重新建立我們信脈 我們熟悉的香港 不要放棄 被捕者犧牲很多很多 流亡在外面的人 犧牲很多很多 他們的痛苦 他們的心理的歷程 每一個被捕者 都是一個故事 每一個故事 都是令人心傷 現在我面對的踢補人士 我問他們 你為什麼要踢補 以前他們踢補 是要象徵他們的抗爭 但是今天的踢補 他就跟我說 因為只要踢了補之後 我可以再走出來 我可以再見證到我們的香港 他們的踢補 就是為了再走出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抗爭的人越來越少了 他會是毫不留手地抓我們 那便豁出去 沒所謂的 就毫三年給你 不要緊 毫軟三年之後 我想我還有十年命 你們還有很多年 就毫給他 為了我們相信的路程 為了我們相信的理念 我們就走出來 你拘捕了我們嗎 你就拘捕了 不要緊要 我被你拘捕了 你有沒有良心 你會不會問一下你自己 你是不是這樣的拉法來說 是守護我們法治的精神 你這樣的拉法來說 是不是真的維護正義 真是為了香港好 我是很希望執法者 他自己問一下自己的良心 你看一下他宣誓的時候 他的誓言是說了怎樣去維護法治 怎樣是不偏不倚 怎樣是保歧視之下去執法 他們現在全部都是違背了他們誓言 全部他們的行為是令人發指的 當你拘捕的時候 你只是用拘捕 但現在的拘捕是拘捕嗎 現在的拘捕是嘔打 不是拘捕 拘捕所用的武力 不是這種情況的 有什麼可能拘捕者屈室在地 你還撿他幾劑 有什麼理由 我去見到 那些弱智人士 跟我說 跟我說 他哪裏痛 然後他說 他是低能 他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一歲的嬰兒都好像叫痛 你說什麼 是這些情況 是沒有可能 我跟他們說 我說我來不是律師 我來是一個人 我希望人與人之間 大家的對話 你們這樣的做法 對嗎 你們這樣的做法 你真的在做公職人員 不應該做的事情嗎 他們不會回答你 他們只會繼續做事 他們會說 放手 放手 如果是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永遠是站在這裏 有什麼問題 你永遠是找到我 有什麼問題 我就在這裏 我們是永遠和大家 是共同進退 我們永遠是 切一分學 加油